由刘业、黄博、张涵与三位金马影帝连昧出演的电影《除字细子匹子》将于3月29日全国公映 27日,三大主演齐聚北京出席了该片的定档发布会 这次,刘业、黄博、张涵与三人除了主演的身份外 还以零片酬加盟,在以片酬入股的方式变身为影片的幕后老板 因此为了和自己挂钩的票房收入 几位主演当天可是卯足了劲,为影片卖力吆喝 我跟你说,这个票买得挺值得是在哪儿 首先得说二倍,我先说这个韩语男哥 你以前见过古兹地,见过这种那种的张涵与 但是绝没见过,就这 不是德行,那叫什么 就是 这种造型以及表演状态的张涵与 这真的是一次突破 这种造型 造型 究竟造型 究竟造型 啊 你知道吗 然后造 对对对对 说清楚嘛 造型 确实是,我跟你说 我平时演戏笑场挺少的 就这次被韩语大哥逗笑了好多次 真的 对对对对 刘业呢,说说你的 我觉得演的特别好 特别好,就是说那个你已经人戏不分了 就是你觉得在现场的时候就觉得韩语他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造型 就感觉他生活中也是这造型 所以说,就你有一种恍神 有种恍神 有种恍神觉得,哎呀,演的真是说你,你,你,你怎么能分得清楚哪个是真正的他 就是说,呃,就是,而且本来已经带到戏里了,应该现在已经回过来了 回过来,现在你看眉眼啊,各方面都比较正常,叫吹呗 不过据记者所知,在4月1日愚人节前后,有30多部影片竞争票房 但刘业,黄渤,张韩语三人,却对厨子细子痞子的票房前景充满信心 黄渤更是带头发出了豪言壮语 对那个30多部电影表示什么的惋惜 不是,因为你知道我们这有一个刚,就是,隔的就是前面啊,有20多个影 我跟韩语呢,我们俩的就是踏实极了 觉得打个三折的话 票房收入直接引发的就是分账这个话题 而因为西游票房大卖所引发的分账大战 媒体都很好奇,刘业,黄渤,张韩语三人,将来会如何分账呢 其实一开始大家说这事的时候,其实更多的兴趣在于谁都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其实更多的兴趣就是,这个方式还挺好玩的 然后大家一块这样能玩一次 对,一般是见钱眼开,还没见着钱的,你知道吧 所以还没开始 现在还没见着钱呢,就是背后插着刀子,现在都藏着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三个都是,都还是淡薄名利的人 但是我,因为我相信这个,我们这个这些人都是君子 那个,从这个制片人啊,到宣传,到最后收钱的 到给咱们分钱的,都是,都是君子 都是君子,所以我们坚信这个,不担心这个 你这话说给谁听呢 库里娱乐北京报道